HELLO 大家早安 身邊的嘉賓有Alan 你好嗎?Alan 早安 Yumi 今早當然是望受匯豐和騰訊 兩隻牽涉中美之間的關係之中 特別是匯豐 真正引證之前兩邊不是人的說法 現在的股價方面都是穩守三十元 但不知道他接下來能否守得住 這裏兩大標題 黃色環球時報的記者在推特上說 很可能匯豐和Fatdesk 可能列入了不可靠的實體清單 這方面是內地的 第二個在美方那邊 之前美方制裁11名內地和香港官員 現在有外電說匯豐在評估這方面的制裁 牽涉的金融機構 相關美元結算交易會否受影響 這裏可以對於匯豐兩邊逐步來看 首先你看看這些消息對於三十元 可以守得多久? 差不多了 而且你看到今早這個所謂的血肉長城 三十元保衛戰這個位置 支持力度都不是很大 如果一個官壓稍微多一點的時候 其實三十元都幾輕易穿到的 不過就評論一下 被兩邊夾擊那件事 美國那邊我覺得影響相對來說不是那麼大 當然了 因為之前美國國民蓬佩浩 忽然間提一提水 據他所知 11位被制裁的香港官員 有部份其實在匯豐的戶口 或者仍然和匯豐之間有來往 其實之前因為他這番言論 其實匯豐都已經跌了一陣了 大家都已經害怕了一陣了 至於究竟會不會因為匯豐持續 和被美國制裁的人有生意來往 就會立刻被美國禁用Swift 或者之旅的交易或者要結束在美國業務呢 我想就未去到那麼極端 即時這樣做 因為其實他都有一個懲罰機制 通常對於這一類的金融機構 不會說一開始 因為美國真的要因為這個 金融機構和一些被制裁人士來往 即時禁止了他用Swift 或者是禁止了他美國開支業務那些 其實在那麼久以來不是那麼多例子 其中一個個案就是 之前剛剛恢復了業務 那個澳門的匯豐業銀行 就是當年疑似和北韓 有一些金融的交往 但是那個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其實才會被美國出手的 還有當時匯業銀行相對來說比較小 如果去到匯豐這麼巨無霸的銀行 其實不單止香港 從世界來說都是有排名的銀行 我想就未必會這麼快去得這麼盡 所以這個我想就短期內對於匯豐未必需要這麼擔心 因為你就算是真的要動匯豐 他要做事 可能要啟動調查那樣東西 不是說那個11個人在你這裡 仍然會有戶口的時候 會即時被制裁或即時罰一個巨款 但是你搞那麼久 其實到最後可能拖到特朗普第二任期都結束了 即使他可以連任都好 可能就被他拖過了 所以美國那邊我反而不是特別擔心 但是中國那邊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 是 怎樣說呢 因為美國那邊其實處理這些受制製造型人士 或者是處理一些跟這些受制製製造型人士有交往的金融機構 或者是公司的個體 其實以往都有一些經驗去參考 那你知道最糟糕的情況可以去到多盡 還有你知道整個程序究竟是會怎樣做 就是這個可見度是高很多的 就是你匯豐其實他自己評估一下 那就是說其實他有職可曾啦 但是對於內地那個 首先就是這個傳言是環境環境時報傳出來啦 那究竟有幾… 是一名的首席記者在Twitter 是啦 那究竟有幾真 這次不是匯總 是啦 是首席記者 那究竟有幾真就這個就 就也都沒有辦法評估 因為就是環境時報你知道那些track record都幾飄忽的啦 那就是有時候是幾堅的 就是有時候真的可以好留都可以的 那那堅且又不用負責任的嘛 那所以就首先就是對於這個消息來源 其實大家有懷疑都沒有辦法確定到啦 那第二啦 就是如果這個消息真是準確的話呢 其實都不是為這件事帶來更明朗的情況 因為其實中方推出這個不可靠不承實清單 即是不可靠企業 實體清單 不可靠實體清單 那之前是將部分的一些美國的企業 或者是組織列入了這個清單 例如很多在香港的一些NGO那類的 其實列入了這個清單裏面的 那但是他們實際上受到的限制呢 其實又不是很清晰的 因為你列入了清單之後就不是說你即時就要斷了在中國或者香港的所有業務 你即刻要搬家走 那其實不是的 因為你列入了這個清單之後呢 其實它會因應不同的情況 有不同的一些的限制的措施出現的 那所以呢就即使匯控真是被列入了這個清單了 那它是不是立即要結束在香港 或者結束在中國的業務呢 這個又不一定 也都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那所以就變了對於匯豐的前景來說 現在正是處於一個極度不明朗的情況 那30元呢就真是有少少危的 即是現在看走勢的話 那看回有關的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呢 都幾多東西 整個內容是涉及14條的規定 包括將外國的企業 其他組織或者個人 在這個公佈期之內 即它現在暫時未公佈 如果公佈期實施的情況之下 會限制些什麼呢 包括就是禁止 從事和中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 以及限制在中國境內的投資 第三個就是限制和禁止相關人員 交通運輸的工具等的入境 第四個就是限制和取消相關人員 在中國境內的工作許可 停留和居留的資格 還有第五 根據有關的情節慶重 可能要給相應的數額罰款 第六個 其實其他必要的措施 這個挺蒙古的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不過這樣也有一個 訊息 就是說 如果有關的外國實體公司 在這個公告明確 它有一個改正期限 如果在這個改正期限裏 你表明自己的行為 以及採取措施 消除這些行為 所帶出來的後果的話 其實中方 可能有權 是移出這個不可靠實體清單 其實如果列入座 而給這個改正的期限 就是逼它表態 其實就是 那十四條的 就是不可靠實體清單 其實就 跟美國的相關法例 其實就很相似的 但是公佈的時候 程序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你看到中方公佈的 這些清單有關的企業的時候 其實那個原因是相當之模糊的 其實之前很多被列入企業 他們都不是很清楚自己之前做了些什麼被列入 也都不知道究竟可以做些什麼 是可以被剔除的 所以他們也都很簡單地 結束了香港業務 這次可能是涉及華為孟晚舟事件 那這個就變成了不是 就是 手清單裏面的人所可以控制的 那例如你說 你將匯豐列入清單的原因 是因為華為孟晚舟那件事件 那其實匯豐也都沒有辦法 可以改正到任何事情的 就是它影響不了 這個加拿大的司法系統 也都影響不了美國司法系統 那變了就是 它只能夠接受這個懲罰的 那其實都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的了 但是對於匯豐的懲罰我覺得就不是說沒有 因為之前你見到匯豐其實 在深圳都結束了兩間分行的業務 那大家覺得可能是 就是中國政府對於匯豐的一個警告 或者對於其他相關銀行的一個警告 那也不可以說匯豐是沒有接受過任何懲罰 或者是當沒事 那還有就那個股價 其實股民本身就已經懲罰了他很多 現在還沒穿 是啊 我們看看股價 仍然力手在三十個兩毫半 現在開始交易之後 暫時血肉長城 力手在三十元這個位置 因為已經穿了底 三十個二曾經低見這個水平 那這裡還有一些時間發酵 就像Alan說的 無論是中方還是美方 這次對於他接下來的後續行動 但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是已經懲罰了沒有 因為剛才那兩單新聞以後 還有第三單新聞 匯豐有很多東西說 因為原來 BBC有一個收到一份機密的文件 謝天洩露出來的文件有關監管部門調查機構 就說在多年前 匯豐還有很多金融機構 例如外資大行 都涉及一些 例如 一些人員牽涉著彭氏騙局當中的轉帳 其中匯豐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會容許他們給相關人員 可以由美國那裏轉帳幾千萬來到香港 這裏內容自己可以留意相關的新聞 但我想問的就是 通常牽涉著這些 引證到事實的時候 相關金融機構包括匯豐 渣打就不知道是不是 其他金融機構 都要面臨罰款 如果真的引證到這件事是真實的話 你這樣完全是監管不力的 這間金融機構 我不知道這裏是怎樣去後續個故事 怎樣去演繹 不知道之前是完了沒有的 因為匯豐自己就說 這些很多年前的事我已經完了了 沒完沒了的 這樣說 其實在銀行間 其實有很多的疑似洗錢 或者是跟一些非法 從非法途徑得利金錢的交易 或者轉帳或者流動 這是實際上有發生的事 監管部門也好 或者匯控內部 或者其他銀行內部的一些監控部門也好 其實就盡量防止這件事發生 我覺得就在他們的職責範圍內 他們可以看到的可以防止的 盡量防止發生 不過這些雖然每天都在很多事發生 其實監控部門 例如證監或者香港金管 其實都經常盯著的 亦都很容易就匹到很多疑似的交易出來的 但你最終是否可以入到銀行呢 這個舉證方面其實是很困難的 之前炒蘋果被警方的讀銀行方 拘捕了那十幾個人的時候 大家就上了課 或者補充這方面的知識 亦都檢查證監究竟這麼多年 連女兒對面究竟做過什麼 那我發覺其實每年證監開到的 就有開了很多的 有進一步調查的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有進一步調查的 最終會起訴 還要跳三十 你看我好緊張看著 已經跳了三十距補 確大是超過三分 你可以繼續說 所以這個血肉長城 大家可以暫時看到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血肉長城 究竟是在大25元還是大25元的位置 下一步先走 那麽悲觀 之前那個供股價都有往跌穿 那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 大家忘記了 那你見到那麽輕易跌穿 即是說其實現有匯豐的股東 或者仍然對他有感情的股東 其實那個防守的意志都不是很強烈 所以穿了就穿了 穿了就是穿了 沒什麽特別的事可以說 我們說回剛才那件事 因為牽涉到那麽大型銀行的一些調查 最終可以入罪其實相當之困難 因為舉證那方面其實是有難度 即是你要證明舉資 然後繼續容許或者有幫忙這樣做 其實這個舉證其實是繁複業也很困難 可能要牽涉十年那麽長的時間 如果不是今時今日發生 要回到十年前 除非銀行內部 即是迴雄或者其他銀行內部 有人倒戈 然後反死證 轉為污點證人 那麽東西 除非這些case 若然不是你作為一個外部的監禁機構 你要發現到這件事 你調查完之後 又覺得有足夠的舉證 然後告人的話 這個是相當困難 那麽很多時候其實都是進行到一半 或者是這個經常在美國或者歐洲發生的 那麽遇到這些事的時候 那麽其實司法程序可能進行到一半 那麽大家商量數 那麽就是罰款 那麽可能交了一兩個人 那麽然後就算了 那麽這個也都某程度上 那麽就是作為銀行內部 可能是其中一個的成本 那麽其實都計算了 那麽所以這件事 我想就暫時來看 那麽其實發酵對匯控 或者其他金融機構 那個影響是有限的 那麽因為面對著 那麽多種負面的消息 那麽不知道是 那麽接下來的那個引證 是真的 即是真正的一個事實 那麽會需要多少的時間 那麽還有你見他 就是匯控的那個 那麽這些撥備 那麽都是用在疫情方面的影響 那麽之前又有一些罰款的 那麽不知道這個 那麽疫情之後 那麽會不會有輪到罰款 那麽這方面 那麽對於它的業績 那麽都會有影響的 那罰款就反而暫時 那麽除了剛才 就是中中的政府 如果真的將它列入的清單 究竟罰多少 那麽這個是不明朗的 那麽除了這個之外 那麽其他可能 因爲監管引發的一些的罰款 那麽我相信就 就是作為一些跨國銀行 在歐洲或者在美國做生意 其實都已經住了 是 因爲你看到金融海嘯之後 那麽其實就 那麽加了兩年 那麽銀行就被人罰款 就是有部份的官司 或者罰款 其實都仍然是金融海嘯 時代所遺留到現在 那麽拖到日日 一路都進行著 或者跟監控機構 就是各國的監控機構 那麽在講數的 那麽這個我想就 就沒完沒了 那麽也都是 就是作為跨國的金融機構 經營成本之一 就是被監控機構罰款 那麽我又不是很擔心 因爲這個而出事 就是除非你說爆出 好像金融海嘯那麽大件事 因爲就是當時可能是 就是可能是 就是多國的銀行 其實聯合起來監管不足 那麽或者有很多的散戶 就是有時可能那些養老基金 或者老人家 就是受到金錢上的損失 那麽所以 就是當時是引發這個 就是環球這樣 監管部門的反彈是幾大 那麽除非重新出現那件事 就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麽這些小打小鬧 就是間中出一兩單 然後罰了款 那麽這個對於 就是銀行本身的影響是有限的 OK 但是你看著匯控股價 現在是穿了三十元這個 血肉長城 下面呢 就坊間很多人看 就是公股價 就是永遠年前公股價 28元的水平 現在都非常之貼近 那麽你都是差一個多而已 那去到那些位 當然很多朋友都在 即我不說再做家那些 其實四十多 五十元附近 就是每個位置都有人出來 重貨的 那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真是不知怎麽算 我想就是 其實匯控爆了這個 孟晚舟那件事之後 就是再加上近來的 疫情所影響 就是我想 再重手 撈底的投資者 應該不多 那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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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價位 例如到那些支持會 30元 那今早可能會有些人 入場 駁一駁一駁 他短線會不會反彈 那除非這些case 那如果你真的嚴守過止蝕的話 那其實就 偶爾做這些 這些區間波動的操作 又不是問題 那但匯控的問題呢 就是反而 短炒的人 現在都開始不太喜歡他 因為他上下 因為他 你看到圖 他一路向下 那中間真的沒有太多 持樣的反彈 其實都幾難抓的 是啊 那所以你說 再下一步 那可能這些位 30元 雖然穿了 但是其實 有機會再上上去 就是見到 他進一步向下 沽那個力 或者壓力又不是很大 或者沽的人 也都不是那麽狠 或者也都 沒有什麼人 真的會拿他 做一個主要的沽空對象 就是 就算要做指數都好 其實現在都開始 不是那麽喜歡匹匯豐來做 那以前就喜歡匹匯豐 那現在似乎 就已經轉移了 去騰訊 或者其他的科技股身上 那所以我想 短時間內 除了一些雜幅的波動之外 都不會很多的短炒的人 會對匯控是有興趣的 那主要是 之前高位入了貨的 可能趁他每個位置的 技術反彈 可能就是減倉 那現在剛好跌穿了30元 那但是這件事 如果市場消化了 那有個技術反彈 上回31、32的時候 那就可以 就是沽鬆一點 但是連他們自己的HSBC 都在年底 那時候 將會暫停匯豐 恆生兩隻股票的 抹展操作 今早上 看著市場是由升轉跌 高開28點之後 那沒辦法了 匯豐 還有看另一隻 騰訊 那看著市場 現在回到二萬四千 四都穿了 現在跌幅 就五十多點了 那另外一隻要看的 藍籌股 騰訊 其實它是由升轉跌的 就是 剛才不是提到 中美的角力 都要關上它 但是它又搞笑一點 你看這幾天的消息 多反覆一下 總之最後 最後 最新的就是 美國的法院 叫停美國的商務部 暫停 對WeChat方面的禁令 因為原本星期日 商務部是禁止了WeChat 例如他們境內的用戶 在App Store 無論是IOS 蘋果的也好 Google的App Store也好 他們沒有下架 即是他們沒有辦法 是下載到WeChat 這個App 又或者是更新 更新 更新 這個App 原本那些舊的用戶 可以繼續 不過你沒有更新 現在叫停了 這個是 negative 再negative 變成positive 可以這樣理解嗎 沒錯 就是禁止它 大家仍然可以繼續 用WeChat 仍然可以下載 但這個是暫緩 因為本身的禁令都是臨時的 是 現在有臨時禁止的禁令 不過那個理由 其實都很普遍的理由 就是你的限制不是那麼清晰 這類型的原因 基於公眾理論考慮 是的 所以 其實本身這件事 對騰訊的positive 其實都有限 因為本身 即使是禁了WeChat 在美國下載 即使禁了使用都好 其實對於騰訊海外業務的影響 相對來說是輕微的 反而可能對於其他的業務影響 就會大一些 即其他公司的業務影響 會大一些 因為就在海外 其實只有海外華人 其實是會使用WeChat 主要都是跟他在內地的親民宿友 可能會溝通 另外如果海外人士 需要用WeChat 那原因很多時候 都是因為 可能他跟內地的人 有生意的來往 這個情況是較普遍的 只要你說 即是WeChat在海外 其實當地人之間 其實是較少用的 例如美國人和美國人之間 是較少用WeChat 即歐洲人和美國人之間 亦都較少用WeChat 是的 所以其實騰訊在WeChat 海外那方面 即直接收入 或者間接收入都好 其實佔的整體收入 都不是真的那麼大 所以本身這一項的禁令 亦都沒有導致 即騰訊的股價 有一個很大的跌幅 或者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反而可能就其他 例如對於Trade那樣東西 大家擔心可能會更加大 那還有就是 大家都在摸索 其實就是 即是美國政府這樣做 那究竟最終可以去得多盡 那其實之前 其實商務部出了一個 這個誠意或者解釋 就是 只要你的業務在中國 那其實你在中國裡面 仍然可以 即是跟騰訊 或者WeChat 是有這個業務交往的 那變了就是 即是你 那個憂慮其實開始降低 那唯獨是最近 例如上個星期 就是其實對騰訊的擔憂 又重新再起 就是關於對遊戲的方面 是 就是美國商務部 又說會徹查 就是 就是騰訊的遊戲 就是會不會牽涉到 一些的訊息 或者是一些 data安全的問題 那這個令到大家 是有少少的擔心的 那但是這件事呢 其實最終的推展 或者發展會是怎樣呢 其實很大機會 就是可以參考這個 TikTok那個最新的情況 那似乎就是 在什麼情況之下 就是美國政府 或者特朗普是可以放生TikTok 那除了他要賣盤之外 就是他的 就是所有數據的處理 就是海外業務 所有數據的處理 那其實都要在美國境內去進行 或者美國公司自己處理 是的 或者美國公司自己處理 那這個其實有少少 像一些美國企業在中國的情況 那例如你Apple在中國 那其實你所有的數據處理 那樣東西 就不是Apple自己處理的 那交了給一間 就是中國公司 就是雲上貴州 是 那就是在中國西北部 那邊設立的一些數據中心 那在那邊處理的 那這個可能就是 美國將來 就是對於一些中國科技企業 在美國營運業務的一個要求 的一個參考的準則 就是我見到就是他處理TikTok的個案 那似乎就是向那個方向發展 那例如你以後的中國公司 無論騰訊也好 或者網易也好 那你的遊戲 如果要在美國發行 或者美國經營的話 可能你的數據中心 那樣東西 就要交給美國公司 或者是那個實體的數據中心 都需要持立回到美國本土 就是可能有少少是向這個方向走 那如果一旦這件事是確定的 那其實你很多的公司 其實就大家知道 那個生意的方向是怎樣做的 那譬如騰訊 那其實不是完全禁止 你在涉足美國的業務 或者參與美國的一些遊戲發行 那只是要求你相關的一些實體 就是例如你的數據中心 那些資料在美國 那它懂得做一個調節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於它長遠的發展的影響 又不是真的那麼大的 哦 不過我看回它遊戲那邊 那怎樣發效 因為VChat那裡其實大家都了解了 經過這一段時間 還有看回它那個盤數 相關美國的業務 營業的收入 只是佔騰訊的整體收入 大約是幾個百分比 不過我看一下它遊戲方面 剛剛Ellen不是提到 就是說之前的消息 是有影響著美國是設查 騰訊旗下兩家遊戲公司 那些牽涉著會不會有些敏感的資料 因為當中這兩家遊戲公司 都是擁有騰訊 有兩大的熱門遊戲 包括英雄聯盟等等 那見到那時候 現在擴大跌幅過百點 繼續穿上這個24400 又日文這個 就是很關心這個7000 是啊正想說 因為現在跌幅 除了匯豐之外 因為拖低著大事騰訊 都是加把力的 跌幅已經擴大到超過百分之一 520元穿上去 他就問450元 喂你會不會進取了一些 因為現在看著500元 要一下跌到450元 是的 先看看500元的cushion 位有沒有機會打穿 現在要跌回500元 其實都有點難度 除非你的市真是跌到235 或者230這些位 騰訊才會有機會穿500元 嗯 暫時來說 你看到騰訊兩次 上了550元之後 其實都回到近100元這個位置 但每一次去到近100元 其實支持力都很大 也很多人願意入場拿貨 再加上其實剛才所說的 其實這些消息 對於騰訊的實際影響 是相當有限的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如果他真的可以跌到500元的話 短線已經是一個很直撥的位置 當然你說現在的騰訊 即是520元的騰訊 嗯 因為你向上其實那個的潛力 其實短線的潛力不是那麼大 所以你說這個位置入 即是駁它上550元 其實好像不是那麼直撥 所以在這個位置 其實可以做的事不多 但如果你說他真的跌到500元附近這些位置 其實短線怎麼都可以駁一駁 嗯 好啊 看著市場跌100點左右 其實A股都是由升轉跌的 當中他們內地A股的勸商股份 現在在炒合併重組 但現在的升幅就收窄了 還有今早9點半左右 其實都公佈了FER 即是新的內地貸款市場機制利率 兩隻利率即是一年期和五年期都是維持不變的 合乎市場預期的一年期的LPR 都公佈出來維持三厘八五 而五年期的這個和房貸相關的 即是比較長期的 那些的貸款利率 就維持在四厘六五的 一會兒回來說說市 還有其他籃籌股 可以看看最陽明生物 還有大家都記住問題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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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每天的財經焦點 今天有很多消息 嘉賓的分析 你要退的了 你沒理由這樣保留 當然還會解答你的投資問題 其實自從第二季開始就很容易查 星期一至五 港股交替日 早上9點3 我有指名和你開始交才看 有哪隻股在穿底 Hello 回來節目時間 剛才你說有哪隻股在穿底 很多 匯豐 現在 是一個特例 30元在掙扎 二十多年的低位 現在跌幅超過3% 至於活躍榜上排榜首的 騰訊跌1.3% 518元 中心國際反而是彈倒 升幅超過2% 蒙牛都OK 1.1%的升幅到35.5元 美團點評升1.4% 這陣子好像很少人說 美團 即是他入了國子成份股 反而 焦點落在ATMX另外的三隻身上 入了恒指之後 其實本身的走勢都不是差很遠 但如果美團你說再有Noise 可能就等下一次的 看下一次貴點 大家覺得他下次應該也有機會入 因為之前其實他都排得很前 但後面那些全部都入了 但他還未入 現在就是下一次貴點的時候 似乎是Priority 大家都將他放得更加前 有朋友說 20元見 你不是說匯豐 似乎都是 20元見 20元見 真的不知道 好 接著看平安好醫生 排在大陸位的跌幅超過2% 中移動偏遠 阿里巴巴跌1.4% 去到265.8 小米 跌幅超過3% 21.25% 月盟 升到超過1% 信義光能 都靠穩 之後數下去 有人問比亞迪 待會回答你 今早比亞迪股份 1211 暫時都是偏遠 去到110.4% 看看最後第20季的中信證券 升4% 當然這個跟隨著我們A股 券商股上升 國內在炒券商行業 有一個並較重組 包括國聯 待會再看看國聯 它有H股 H股也有一個大爆發 待會跟大家看看 先回答了比亞迪 什麼價位買好 比亞迪 今早創新高 117 但很快調頭向下 有一點點高處不升降 等於大市氣氛市 雖然跌了百多點 但你見到其實 比亞迪的走勢 跟大市的相關度 最近的相關度 真的那麼高 你見到大市 其實在245附近 上下都徘徊了 整個星期 但你見到比亞迪 上個星期 是不停地在破頂 所以其實他們的相關度 真的不是那麼大的 比亞迪跟什麼相關度大 其實跟Tesla的相關度大 大家知道Tesla的電池日 就是9月22日 即是明晚 是啊 看它那些什麼厲害的 即是明晚 究竟 說到電池日 都是一些電池 大家都知道電池 炒電池 有這個Tesla的概念 雖然跟比亞迪沒有關係 就是比亞迪沒有供電池給Tesla 是啊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那就是比亞迪 sorry Tesla的電池日 大家就衷勁 可能它 因為之前Tesla 收購了這個Maxwell 主要做電容器的一個 即是生產商物 或者一個研究機構 那大家就期望著這個電池 會不會有些很驚喜的 即是新科技會出現 那就不是有別於傳統的一些電池 即是不外乎兩個方向發展 那就是做電動車的電池 那一就是這個充電的速度 就越快越好 那因為現在電動車最大的問題 就是跟入油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入油你一聲 即是換進去幾分鐘就搞定 那但是你充電 你再快都要充滿幾分鐘才可以充滿 那這個第一個方向 就是怎樣可以充電充快一點 那似乎用這個電容器 可能是其中一個比較大的方向 那第二個就是 那個電池的密度 那因為電動車的續航能力 即是曾經是一個做電動車的電池 或做電動車的一個技術的標準 的關鍵所在 那你的續航能力越長的話 那變成你的電池密度就需要越高 那看看這方面會不會有什麼突破 那但是就留意一下 即是除非它真的轉變了 用之前那種的電池 變成一個電容器相關電不電池 那然後那個充電速度可以快速加快之外 沒錯 除了這個改變 那如果你說純粹是電池的密度 能力的密度增加的話 那我想對於這個技術改進 對於這個市場來說 就是一些很驚訝的事情 那還有就是越近這個好消息兌現的時候 就越是一個 就是獲利盤出來 就是獲利的機會 那你說給阿迪 那短線來說 你想想上個月 或者月初的時候 都還是70元 對 然後砰砰砰砰 現在117 今次說117 那短線來說 升了這麼多 那真是一個 就是給我 就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沽貨 或者獲利的機會 但是它是想買 想買 想買呢 因為你這麼短時間 其實你可以博的 又不是這麼多 就是你要博的就是博 就是明天晚上 就是Texa的電池也 真的很驚訝 那就是一個科技 可能大家都沒有預期過 或者大家預期了 但是都覺得不會怎麼發生 然後真的發生了 那這個呢 才會令到比阿迪的股價 可能進一步有些突破 就是若然不是了 那都好消息都將近要兌現的話 那變了你再可以憧憬的 就真的不多 是啊 那所以去到這些位 今早117或者120 這個可能都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那至於哪個位買 就暫時就沒看到哪個位 是真的一定會買的 那但是就暫時呢 我就覺得如果明天晚上 那電視日完了之後 那大家就是興奮完一輪 那也都會有一段的混亂時間 那之後 那如果真的會回信的 那那時候才可能 就是等待下一個可以炒作的 藉口或者機會 嗯 好 那暫時呢 比阿迪股份 反而呢 還跌多了 那可能是 好像Ellen說的 那些獲利盆 現在是施行食股線 跌幅現在擴大近2% 108.3 曾經是低價107.3 看看他的兒子 2005粒 比阿迪電子更加 跌成超過3% 穿了40元 今早曾經是想試41 但不成功 高位40.9 那現在暫時佈在38.5 另外有朋友呢 就是問 兩隻都跟 我想來地旅客相關 如果是都要扯這兩個sector 一個就是中資韓股的 東韓 670和880 澳博 這隻是澳門的賭業股 他說什麼價位 有這兩隻好 先說一隻 670先好嗎 東韓 東韓 我覺得韓股 長炒長有 因為 始終韓韓股 相對來說估值又低了一點 也未完全升上去 疫情前的情況 什麼情況會導致 疫情前的國際航線 完全開通 因為從1至8月的運力來看 其實大部分的航空公司 現在的運力 只剩下全城時期的 大概六七成左右 剩下三成是什麼呢 剩下三成就是國際航線 現在雖然開通了部分的國際航線 但是因為實在太少了 其實幫不了什麼手 真的要等它回復後 其實山大航空公司 其實那個的盈利能力 或者那個失效 才可以恢復正常的 但是又不是說 真的要等它完全恢復了 股價才可以恢復 恢復之前 是的 因為股價就永遠行先 這個實際的情況 或者實際的經營環境 沒錯 所以就什麼時候 股價可以恢復疫情之前呢 這個就真的要等疫苗 或者有一個確定少少 疫苗出現的一個時機 因為只要前景確定 其實股價就已經可以提前反應 或者大部分的投資者 都已經可以用錢投下信心的一票 是的 所以東航去到哪個位 其實可以入呢 三個半的東航 其實是一個可以償貨的機會來的 因為三個半之上呢 其實是在pricing國際航線恢復 沒錯 三個半以下呢 其實就是一個undervalue 因為現在國內的航線 就幾乎就已經完全恢復了 就是國內的交通往來的那樣東西 已經不需要太大的擔心了 所以如果真的下回三個半 其實可以是一個償貨的機會來的 好 另外呢 他就問880 澳博的 看看670的股價先 暫時跌幅1.6% 3.59 剛才Alan提到的 價位就是三個半以下的位置 另外那些中資航空股 包括南航 跌幅是4.69% 至於753國航 都跌了差不多2% 5.76 880了 澳博 他就在澳門的豪島股板塊之中 和銀魚一樣相對強一點 都在高位培回 但是現在呢 那個範圍呢 走來走去都是10元 11元那些位置 那操作上 會不會好像670那樣 都是找一個空股位呢 如果澳博的話 10元那些呢 差不多 其實找一個空股位 因為澳門股 其實大家都知道 衝進什麼 因為11就來了 那11的時候呢 對於內地人來說 一定想 找地方去旅行 因為澳門其實現在是 唯一一個地方 叫做可以走出 這個中國內地的境內 那的一個選擇 那預計其實11的環境 尤其是現在大部分地方的自由行 都開始恢復了 那大家都可能會選擇這個 這個11個黃金州 那某些 某一兩天 可能減少澳門 甚至減少的時間 可能多一些 那這個對於澳門的旅遊業 或者博彩業 應該會有一個很大的刺激 那加上雖然你說 就是大部分澳門股 其實股價已經升穿了 就是疫情前那個情況 那但是這個 和疫情前有些不同 因為疫情之後 就是有了這個 無限的QE 那所以大部分的股份 就是如果你的前景是明朗的話 就是例如新經濟股價那些 其實股價已經超越了疫情前 很多很多的了 那我想澳門博取業 其實都是這些情況 就是某程度上 它都是一些零售內需相關的 一些的行業 那所以其實它是明顯 那個股價其實是不止這個位置 但是有說法就是說 放寬完之後 你真的要看實質的賭收 可以受惠多少 才可以刺激著股價的 那因為現在走來走去的range 因為放寬那些東西 在之前 就是它還沒有 那時候4月 去到8月那時候 都有一個上升通道 這對於反映了很大部分的了 什麼時候才可以有一個突破位 突破位 其實我相信國慶前 都已經差不多時間了 其實可以做一個突破位 又不是真的需要等到 國慶具體的數字出來 那大家才會放鬆 因為雖然現在理論上 內地很多去澳門的自由行 或者簽證等等都放鬆了 但是實際操作上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申請到的 其實都有某部分的人為上的限制 所以現在內地人去澳門 也都未完全恢復了 疫情前的那麼自由的一個黃黃 或者交通 這個是真的需要時間的 你說今年的十一黃金周 其實大家會憧憬 無論旅行也好 或者賭收也好 有一個大的增幅 但是你說會不會按年 都出現一個大幅的增幅呢 暫時來看是未必的 因為基於原因 不是說那些人不想去賭錢 或者不想去旅遊 因為實際情況就是 會有一些人為的關卡 那些事情 但是這個人為的關卡 或者阻礙 隨著那個疫情慢慢消退的話 我覺得是會遲早會慢慢放寬 回到疫情前的情況 那所以你只要有些少少的刺激 給澳門股 那其實股價應該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那再加上你澳博的話 那去到10元這些位置 都是一個多大的支持 好 那就看看其他澳門的股份 澳博現在跌1.1% 然後銀魚跌1.5% 大部分都會 金沙中國跌幅超過2% 永利澳門也跌2.6% 至於美高梅中國 跌幅就沒那麼大 暫時只是跌0.7% 去到10.6% 新豪國際跌1.4% 另外如果澳門相關股份 想看一隻澳門例盡1680 看看今天急升到 暫時超過7% 去到1元樓上 現價報是1.03元 曾經是1.09元 都曾經在每股的收購作價 1.05元以上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它被人提出日價入主 以及提出全面的收購 那這間是什麼公司來的 中介人公司來的 叫做德進 希望以1.05元先 先是日價大約9% 收購部分 即大約是以發行股本2成的股份 後來提出強制性的無條件 現金要約都用1.05元先 這個作價來做 這裡涉資大約19億 這個消息影響著 受惠1.03元先 7%的升幅 不過我看看它會不會 在這個日價的 這個收購作價水平之上 因為現在 大家正在想這件事 另外可以回答一下 有人問9988 阿里要不要走 今天明明沒有 它被制裁 跌得更多過700 但是它之前 都是在蓬佩奧點名的名單之中 我想所有中國出名的科技企業 都在這個名單裏面 但是你說如果要對阿里出手 可能暫時就未必找到方向先 始終阿里的確沒有什麼業務在美國 所以如果你要制裁阿里的話 當然你說它要有一個海途 是的 但是本身都不多美國人會用這個海途 還有海途是在法律 像Amazon那些 是的 所以我想 除非美國商家可能會用這個 1688 就是用這個阿里巴巴 但是阿里巴巴只是一個信息網站 其實處理交易量 都不是真的那麼大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對淘寶化起 就是對阿里巴巴化起制裁 那樣東西 除非是針對這個螞蟻集團 大家知道螞蟻集團 接下來會在香港和A姑娘地上市 那究竟會 除非這個方向 就是針對它的股票 或者針對它的股票發行的集資 這個對淘寶或者對阿里巴巴的實際影響 就是除此之外的話 那暫時都不是很見到它找到什麼位置 會進到阿里的 所以制裁這個又不是很擔心 這個就是我想阿里巴巴 就是純粹跟著市跌 不是跟著香港的市跌 其實是跟著美國的next step在這裡跌 因為你見到next step其實是持續調整的 暫時也都未見到那個調整的底部 會在哪裏出現 但是就那個跌幅呢 很明顯的收窄也都放滿了的 但是市場其實都是在觀望著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呢 就毫無疑問一定跟美國大選有關係了 因為大家知道美國大選11月 十月的時候通常有一件事叫十月驚奇 因為大家見到現在Donald Trump就明顯落後 所以他一定要做一點點事 他才可以扭轉到這個情況 因為很多時候美國大選 去到選那一刻 就兩邊那個支持度就開始咬得很緊 因為通常就是十月份就出一個很大的反轉 例如當年希拉利和Donald Trump的時候 十月的時候就爆了電郵門的 就是進一步步的消息出來 那令到那個選情呢 其實忽然間就咬緊了 因為本身就是都領先Donald Trump 就是一段距離的 就是包括選之前 那所以大家覺得就十月份呢 其實就共和黨或者兩邊都是 會有些什麼大招出現 那有好的方面的想像的 也都有壞的方面的想像 好的方面的想像 就是大家覺得Donald Trump應該十月 就要釋放一些很利好的消息出來 例如怎樣扶持資本市場 那樣東西 那這個是樂觀那方面的想法 或者樂觀那方面的方向 那但是我覺得更多人 其實那個思考的方向呢 其實就稍微悲觀一點點的 就通常十月驚奇呢 都是爆對手的黑幕的 的情況比較多 那這個就會令到選情 就進一步不明朗 那還有就市場的波動呢 通常都會因爲這件事的 因爲你看回上一次的經驗的參考 就是選之前呢 其實波動是大的 那再加上呢 其實之前呢 其實相對來說 市不是高位 那但是今次其實是高位 而經濟的實體環境呢 是比四年前差了很多的 那所以呢 我想就大家對市場 對於懷疑消息的敏感程度 可能比之前更加大 那變成呢 你見到美股的港股也好 其實成交率開始降下來 那很多的投資者 可能現在就寧願選擇 就是起碼一邊 那以官網為主 那除非有些 就是獨特可以炒作的股票 那才入場炒一炒 那但是這個大市呢 就短線應該沒有太大的期望的了 那港股來到看 就是有機會 可能在這些位置繼續換 那換得來呢 我覺得是向下那個調整呢 的方向比較多的 就是多個向上 那所以第一步看 可能就是慢慢 可能落到 落到二三五這些位置 嘩 那他就本身是有持有阿里巴巴 那他就問他要走 如果聽你這樣說 那似乎要攻擊的阿里巴巴 業務可能性 又沒有投不上那些那麽大的 的話 是不是都保持住呢 其實短線就保持住先 就是如果他不穿這個二五這些位置 其實就不用馬上剪刀 那但是短線呢 其實向上也都不是太大希望 就是因為又沒有那麼快 去炒傷十一 那所以這些位置 如果他真的上到去 去調 大概二七零啊 這些位置 其實可以都考慮先 就是指贊了先的 就是看你哪個位置入 好 中美牽涉著呢 當然還有一隻九八一 就是中心國際人民 之前他就被美國那邊傳 是繼入南部做這個 就是在貿易上面的黑名單 後來呢 美國那邊的晶片行業 鬼殺那麼吵 就馬上給羅斯先 就是美國的商務部長 那看看呢 不如不要制裁中心國際 因為會影響著美國國內的晶片行業 成五十億美金那麼多 五十億美金又不是很多 就是對於一個半途體行業 比較多 不知道啊 這些交易往來 那他就問呢 十六元呢 九八一他就有貨的 現在可不可以 扣火 扣火 現在明明二十幾元的 對啦 你賺錢的 現在在二十元附近那裏 你是不是想問 需要 開始有少少股價彈上來 不如你給他一些意見 我想就短時間來講 制裁中心的機會 就不是那麼大 因為之前都是放了風出來 暫時未找到位置怎樣制裁中心 因為中心的定位 但是始終跟華為有點不同 華為始終在通訊行業 尤其是機站的行業 其實跟世界頂尖的一些公司 其實有一個很強烈的競爭關係 那所以呢 你說以華為一個主要打擊目標 這個是 對於美國策略利益 你說是合理 但是中心不同 因為中心其實如果以技術上 其實距離台積電還差那麼多年 你有一排都未做得到台積電的技術 所以你說這個位置對它動手 就好像是言之上早 當然這件事不排除 因為中美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就是當特朗普說到他選贏了之後 就跟這個中國全面脫歐 是 如果真的照他所講這樣做的話 這個可能會遲到發生的 就是制裁中心 但是至少不是短期內會發生的事 但是中心所面對的問題 就是之前據上科創版的時候 已經透支了絕大部分的升幅了 也透支了他未來十年的盈利 所以你說短線又要再挑戰高位 有難度的 也都大家沒有這個期望 所以現在都是以一個技術反彈為主 這個技術反彈呢 我相信那個限制或者目標 就是25元 就是之前全這個制裁前的位置 是 記得就是兩個禮拜前我們在這裏 是 全這個中心被制裁 那他就25元那裏滾下去 就滾下去十幾元的 這個裂口 是 是 所以現在這個反彈的一個限制 其實就是滾到上去25元這個位置 是26元 打錯了 原來是26元買的 是26元買的 26元買 26元買 那這個就 你看你覺不覺得直播 就是現在 現在就是現在是21、22元 那就薄25元 是 那就是你 你溝貨的一個目的就是 就是這裏 那我相信 25元是一個短期來 你說是一個幾大極限來的 對中心來說 OK 跟著呢 看先 咦有朋友就是問 內房相關1238 保隆地產 問好就是問這隻股份前景了 其實他 他上個禮拜才破完頂 今天回回來 又沒有什麼太多消息的 是不是純粹技術上面的回調呢 Alan 這個就 他上升 也是一個純粹技術上的上升 所以現在回調 技術上的回調 是的 那也是技術上的回調 那 但是呢 就要注意回 整個內地的地產行業 其實下半年大家都不是特別看好的 那三條紅線提出了之後 那其實這個是 所有房地產公司頭上一把刀來的 所以想著他這樣炒上去 會不會是有些 capsule 那些配股等等的行動會 驚著出來 嗯 這個是房地產公司的一個方向 因為 三條紅線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求房地產公司減債 嗯 那減債呢 其實就不是減個absolute的一個債務 其實是減一個資產負債比率 gearing 是的 那所以就是 要是你就將個 那所以你減這個資產負債比率 你兩個方向做的 要是就真的還了一些債 那就是將個債務 absolute的債又減少 另一個呢 就是將你的資產增加 那怎樣可以將你的資產增加呢 最簡單方法呢 就是你的配股 是 那因為配股呢 這個是一個 就是最簡單直接將自己的資產增加的一個方法 嗯 那所以這個我相信 對於大部分的房地產公司 下半年的方向都是這方面 第一 第一個就借少些錢 那第二個呢 就是增加自己的資產 增加自己的資產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市場上面 那就是務集資金 那這個我想 對大部分的內房公司 在下半年的一個工作目標所在 那但是你說 是不是這麼容易呢 又不是的 其實房地產公司 其實在香港 在香港要做一個配股呢 那些東西 那個受歡迎程度 都相當之一般的 那也都是 就是很多房地產公司 要在香港上市啊 或者是做IQ發行的時候呢 那個受歡迎程度都是一般的 那這個就 大家就 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房地產公司下半年的環境 好啦 我們都快一點點 剩下大約五分鐘的時間呢 突然間多了很多問題 先問一下 有位朋友呢 就是問一系列的科技相關的公司 包括就是 心動 還有就是 儀卡 還有比亞迪電子 比亞迪電子都不弱了喔 這麼弱 可以上多少 比亞迪電子弱嗎 對 不弱的 這隻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比亞迪和另外一隻手機零部件 首先 比亞迪電子 其實主業是做一些 就是手機相關的零部件的生產 或者手機整體的組裝 那這個是主業 那雖然主業呢 就上半年都不怎麼賺錢 甚至倒退 但是呢 它的副業就很賺錢 它副業是嗎 不是 它副業是做口罩 口罩 有巴菲特戴過那個口罩 是呀 就是比亞迪生產的 我見過一張照片 不是呀 它投資下去嘛 比亞迪公司那裏 十年前的事 應該還持有吧 沒錯 巴菲特仍然持有 比亞迪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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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 不是二、二百 即是它沒有公司 比亞迪 是的 那它仍然持有的 它好像沒有沽過 即是它好像8元還是12元入股 那現在100 都賺了10倍 那對於巴菲特戴 你有說十多年前才賺10倍 又不是很成功的投資 是呀 那二百五 首先它上半年賺的錢 或者是下半年賺的錢 主要都是來自口罩的 這是夢志而的 但是導致它股價升這麼多的原因 那就應該是跟iPad的代工是有關係的 再加上就是上個星期 Apple的發佈會 沒有iPhone 但是大家都封了 這些東西 但是就有iPad 是 所以就導致它的股價 就是一個這麼大的躍進 但是留意一件事 就是iPad 其實那個代工 其實佔據那個收入 或者利潤的比例 就不是真的那麼多 尤其是開始的時候 那個比例是更加低 那這個好消息 其實慢慢透支了之後 我相信它的股價也都開始會調整 嗯 比亞迪電子 這一下其實是 有少少是過高的 那所以你說 什麼位置 可以再入呢 應該不是這個 即不是一個近期的時機可以想的了 那說回 比亞迪一點都不弱 是啊 好 那之後再看完 就是心動和儀卡 你看到儀卡 沒錯 我看到儀卡 就 一點都不弱 其實 跌跌而已 你說它弱 跌跌咯 這樣說其實它真的沒有了 之前一些沙相關的股 即是相關的公司 即衝上來那一刻的時候 那麼好氣勢的了 那也都沒有 A股 sorry 美股的龍頭 那你未聞都可以的 是啊 其實你香港的所有的 這些沙相關的概念的公司 那其實近來都回了很多的 那這個呢 就要看那個市場編路 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轉變了 之前 這些全部都是受惠疫情的了 Zoom也好 是 就是微盟也好 或者儀卡也好 大家覺得它受惠疫情 那大家消費習慣各樣的改變 由這個線下變到線上 那但是呢 就疫情過後的時候 就有一個明顯的分化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看到Zoom 其實增長仍然都很強勁的 就算現在的疫情慢慢消退了 大家 開始減少這個線上的會議 就是多了實體會議 但是其實 你看到Zoom的增長 是沒有明顯放緩的 但是你看到其他之前 一起升上來的那些公司 那個增長就真的明顯放緩了 那所以這個差異呢 我相信 未來一段時間 應該有上一步的分化 就是那個股價 會更加跟貼那個基本因素 例如Zoom 其實那個股價可能 有機會跟著它 那個基本因素就上了 然後香港一些微盟 這個基本因素 其實都好像無明顯受惠這個疫情 或者疫情過完之後 其實那個業務已經開始 有一個回落的跡象 其實它的股價 其實都開始有一個回順的情況 留意一下 因為它之前的升幅 全部都是大幅 透支了那個基本因素 所以如果基本因素 不配合的情況之下 那個表現呢 那個差異其實會更加大的 例如Zoom會越升越有 那即微盟啊 或者是疑卡這些 可能會有 做一步調整的可能性 空間 但可不可以走出在 20天線 和50天線那個區間那裏 你不知道它爆上還是爆落 那它就想問可以上幾多 我現在這個時間怎麼看呢 我覺得爆落的機會 是大過爆上的 起碼這個位置 你說是不是直撥 我就不覺得是一個很大 直撥空間 好 說到心動 心動 心動 這批都是 一直在高位走的 遊戲公司就更加要警惕主要 因為遊戲公司見到的收入率是急跌的 即每一間都是的 即每一間都是 即疫情之後 遊戲的充值流量是明顯急跌的 而有部份遊戲公司是回得厲害 有部份遊戲公司 即心動我覺得它 股價是遊戲公司裏面算是強的一間 它回調幅度其實是很小的 OK 但可以上網多少呢 它又是問這個問題 上網之前那個高位已經很大阻力 突然間突停 另外呢 有朋友呢 就是問粵文 和八百一中升的 又是兩種很不同的 粵文先啦 那講開科技股 我們都要快了 又去到頂位相關的位置 即是之前六十多元這個高位 其實很困難 即是變成你現在去到六十元 如果你搏不到它破位的話 那它又會回到五十元這些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很尷尬 很難做的位置 我就會選擇不搏 即是等它下去的時候 才再吵都未遲 粵文就有別於剛才說 儀卡微盟這些 粵文其實我都是長炒長有的 即如果你覺得那個sector 不會消失的話 因為它始終是sector裡面的龍頭 那如果那條招式是work的 即IP文學那些 IP文學那些是work的話 那其實它怎樣都是受惠的 即加上這個騰訊概念 即騰訊入主之後 可能對它來說 未來會有更加大的扶持 好 中升呢 下一條問題 今天呢 是由升轉跌的 曾經是去過一個月 那些股份都在高位陪落 包括這隻中升 中升回一點點 其實你都可以 仍然覺得它在高位那裏 但它想買呢 就好像不是搏得過 其實真的不是很直搏的 除非你覺得汽車股 是繼續可以向上爆 即是如果不是 加上下半年大家都覺得 整體的汽車銷售 即是如果不算是商用車的 即是只是商用車 是私家車的那裏 那增長應該比上半年是低的 好 那這兩隻股份 都暫時未搏得過 如果從一技術形態上 中升現在呢 就是回調1% 51元曾經升過下架 去到52.40元一個月的高位 時間有限 都納一下藍籌股之中的移動股 包括就是若名生物 或升2.3% 195.5元 它就是建議一拆三 然後拆小股份 但留意每股的買賣單位 都維持在大約500股 另外 勸商股 剛才提過 勸商股就是提到國聯 1456 哇 升成五成二 曾經升多些 去過六個兩毫半 暫時現價位 五個四毫二 因為它就是建議和內地一間國金 國金證券合併重組 但留意兩隻公司 在A股是停牌的 停牌暫時不超過十個交易日 來公佈有關這些合併的重組消息 但H股國聯是沒有停止 暫時這些資金炒了五成二的升幅 然後勸商股 曾經試過憧憬合併 重組中信見頭 升1.4% 然後6030中信證券 都升到3% 去到17.4% 多謝Alan 剛才提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多謝賞你 那時候還跌過8點 24319點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嗯